本期给您说说网红寺庙法园寺 如今的法园寺什么样 如何坐车停车一条视频告诉您 攻略虽长一定能让您弄清楚法园寺 关注我已被不时之需 法园寺目前有佛学院 是批准的宗教场所 北京很多寺庙我都介绍过 都是非宗教场所已经变成了博物馆 而法园寺和广基寺一样 目前还是宗教场所 说白了就是能上乡 寺里有僧人有居士定期有法会 再多了我就不便说了 关于历史 法园寺所在的位置 在唐代最初叫闽中寺 闽中寺是李世民为了纪念 东征辽东镇王将士而建 到了武则天时期 闽中寺才完工 不过在以后的历史中 这座寺庙被毁了几次 直到明代才重建 到了清雍正年间 又重修改名为法园寺 今天您看到的法园寺 绝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清代修建的 法园寺在京城寺庙历史上 称为内巴叉之一 到了清代民国时期 四月开放的丁香花 在京城里享有名气 法园寺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 一直是超度去世的人 从明朝开始 就是敏絮阵王将士 到了明代 停放过袁冲焕的遗体 到了清代 他旁边就是菜市口行行的地方 自然也就成为了超度逝者的首选地方 解放后 法园寺成为了中国佛教学院 让寺庙的绝大部分建筑能够保存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 李敖的小说传入 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增加了法园寺的知名度 到如今 法园寺是北京市内 为数不多的免费宗教场所 目前不需要预约 可以随便进出 游人方便简洁 以上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塑造出了如今的网红千年古刹 法园寺 关于交通 法园寺属于牛街街道 菜市口的附近 自下车您就导航南横西街路侧停车位 马路两侧都有停车位 停好了 您就从唐闽中寺固止石灯进去 就是法园寺 路边停车位是距离法园寺最近的停车点了 首小时10元 第二小时以后 每小时15元 公交车我推荐的是地铁 7号线4号线的菜市口站下 地口出 出了以后您顺着路往前走 旁边的马路叫广安门内大街 前行260米 快到远处的天桥 还没到天桥 路的左手边有个面馆 拐进去是一个胡同 这个胡同叫做西砖胡同 在广安门大街的天桥两侧 也有公交车站 公交车还比较多 有5路 6路 48路 57路 109路 381路 下了公交车以后 您过天桥 也是从面馆西砖胡同里头进 为什么要推荐西砖胡同 一是这里的交通方便 二是让您逛法院寺前 能感受一下如今的北京胡同什么样 这里虽然也有咖啡馆和酒吧 但是毕竟这里不是旅游点 基本还是居民生活区的原貌 自下车 如果您也想逛胡同的话 您可以把车停在广安门内大街的路边停车位 价格也是一样的 在菜市口地铁旁边 还有个停车场 你有导航 丰华 好景商务中心停车场 进了新砖胡同以后 您就一直走 不要拐弯 全长525米 嫌远的话 您可以在胡同口刷共享单车骑进去 走到垃圾桶这个位置 右拐就是法院寺 法院寺门口的空地 就是唐闽中寺的固执 浏览看点 法院寺是保存还算完整的清代建筑庙宇 目前开放了六金院子 寺庙中间中轴是几座主要的店鱼 两侧是完整对称的 葛堂 禅堂等 一进山门的小门 右手边是领香处 每人可以在这里免费领三根香 寺庙口头上是禁止游客自己带香的 山门进了以后的第一进院子 就是天王殿前的院子 山门后面 左右两侧是法务流通处 说白了就是商店 卖一些手串还有香链 里面不许拍照 天王殿左侧是鼓楼 右侧是钟楼 鼓楼旁边有卫生间 钟楼前后有石碑 有的是原本寺里的 有的是从他处移来的 天王殿前有一对童狮子 这个在很多寺庙里不常见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如果有知道的话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天王殿内供奉的是明代的弥罗佛铜像 还有四座小型的四大金刚像 从天王殿两侧斜拨 可以去后面的大雄宝殿 但寺里许多地方都有门槛 其实并不适合轮椅进到殿内 如果您是坐轮椅来 只能在院子里转一转 法院寺第二进院子 是大雄宝殿前的院子 透着古朴和宿木 从这里也能看到天王殿的背面 天王殿的背面是韦陀菩萨 这里也是四里法师活动的报名处 大雄宝殿的右侧是支园 这字是赵普初提写的 这里是四里传法的地方 大雄宝殿的左侧是课堂 寺庙接待重要相克的地方 正面的大雄宝殿内 供奉的是华言三圣三座佛 就是毗卢 哲纳佛 文书和普贤菩萨 三座菩萨都是明代制作的木胎贴金漆的佛像 大殿两侧还有十八罗汉坐像 大殿正宗的匾额为乾隆玉笔 法海真元 大雄宝殿前这六座石碑 记录了明清六次修缮的情况 最左边这块石碑是乾隆抄写的 班若波罗密多心经 这块碑的后面呢是乾隆玉笔提师 最古燕经寺 大雄宝殿后呢是闽中台 里面供奉的是阿弥陀佛 还保存了法元寺的唐代 辽代的石刻和经番 过了闽中寺呢是法元寺的吉卢殿 殿内正宗呢是明代同志的吉卢佛像 两侧还有东汉陶制的坐佛像 三国东吴的陶平 南北朝的石造像 唐代的石佛像 五代铁柱佛像 宋代木雕罗汉像等都是真品 由于都是佛像啊 视频里不便放出 还是您自己来看最佳 皮革殿后呢是法元寺的第五金院子 观音殿 殿内呢有七尊观音像 正宗的三座为明代木制的 殿内呢还有从明代到清代 各种佛经的善版 从观音殿两侧的小门向后啊 就是藏经楼 这里轮椅很难过去 法元寺最后一金院子呢 就是藏经楼 目前不对外开放 一层是历代的佛像展示 陈列了自东汉至明清历代的佛像精品 有数十尊 尤其是明代木雕卧佛最为有名 殿内的二层呢 是各种珍贵的佛经版本和善版 到这里呢参观就结束了 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 寺内的猫呢多数很乖 可以随便录 法元寺对游客开放的时间呢 是早8点50到下午3点50 假如有用 请点赞评论区回复有用 请不吝点赞评论区回复有用